大家好 我們還是把這個基本動作先面 啊 基本動作 打單一顆基本動作 啊怎麼球這個 基本動作怎麼樣 那麼 這個 所以 一者啊 天理 主義啊 一心在天理上 然後下一句問這個分 窮裡何以其之近信 曰 心之體信也 心之以也 窮人之理 真 要人及人 窮意 之理 真 要意及 人意 之之無信 或窮裡即是近信 如孟子說 充其 策影之心 是 人不可生用 這便是窮裡功夫 那麽說 心之體 性 就是 我們心的 這個 本體 就是性 這個是 理學家的 從來這麽說的 什麼意思呢 是說 我們的心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事情啊 我們有這個 可以認識事情啊 可以感受事情啊 情無愛樂啊 情無愛樂啊 可是 這就好比說 我們一個人啊 可以有各種動作 就是各樣的動作 對不對 可是那個 各種動作的那個 本體是 我們這個體 這個是 比喻的用法 是不是 身體 就是各樣的動作 那心的 那個體呢 就是性 說 你在什麽樣 心裏有千般的 這一個 感受 反應 那個本人的 那個 就是一個體 所以 心之體 性也 心可以性多的花樣 可是那個 這個源頭上 是我們 這個 不變的 這個本體 比如說 人的動作 可以有千般花樣 這個不變的 是我們這個身體 這個比喻 那 性極力 這個 不變的 這個本體 就是 你 那我們 我們當中說的 就是我的內心深處的狀態 是怎樣 那個 不能變的 但是 具體的講 就 就 人群來講 就 和人人來說 那個 有些東西不能變 變得你活不好 譬如說 你的心如果說充滿了恨 就是活不好 你心裏面 如果說很溫暖 很有感情 你感覺很好的 原因何故呢 我跟你說過 因為 人 是一個 群體的 人是一個群體的 一個 生活 以此 可以 人和人之間 有這麼一個很根本 不能變的事情 別人如果充滿了恨 就不行 父母子女之間 如果充滿了恨 也是不行 所以 這個就是 不能變的那個東西 心之體 性也 性極理也 那所謂 堅定之位 一定色性之位 道具要認識我們 本 本心當中那個 不能變的 一定要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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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靈的 性極理也 那 那麼 窮人之禮 真 要人 即人 窮意之禮 真 這個要怎麼斷去啊 窮人之禮真 要人即人 我從一 窮人之禮 真 要人即人 窮意之禮真 窮人 我不是那麼確定 不過 我看著可以這麼算 窮人之禮 真 要人即人 窮意之禮 真 要意即 應該說得通 這比較口語了 因為口語的時候 有時候 不是那麼標準 成為人 那這個意思 應該說 我們窮人之禮 就是要把 我們的 這個 人 要把它窮盡了 要這個人 真的 要人 要急這個人 這個事情 很妙的 就是說 這個也是人性 人做一個禮物 總將把它 做到好 不做到好 你不愉快 就好比說 打個比方吧 這個 這個 我們如果 這個 這個 你養個小動物 養個小動物 養個小動物 那很多人 養個小動物 對不對 養個小動物 那 你只要有 那個 直接心事的時候 那你都很喜歡牠 你總 希望牠 養得 光光潤潤潤的 然後 吃得這個 胖胖的 乾乾淨淨的 對不對 那 你 你總不會說 你希望把牠養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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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這個道理 對不對 那 人都喜歡 這個 換言之 我 今天有這個 有 養這個動物 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 時間 那我在 我能做的段位 時間 我總有希望 我能夠把它 自己可能做好 這個 就是要人幾 人 窮於自己 跟要人幾 人喜歡好的 就好比說 乖 買個手機 或者買個電視 怎麼能說 同樣的錢 一個好 一個不好 你會選一個不好 沒這個道理 你一定是同樣的錢 你選一個好的 人有一個好 壞的感覺 就像你看 為什麽大家喜歡看奧運 看奧運呢 哇 蠻能看自己看 但如果說你隔壁 那個小學不修在你 不非是你的性 你回來把他看 好看的 不一樣 這個是 人性 要人幾人 成語是理真 要人幾義 人意 只是無性 那為什麼 人意特別重要呢 因為 人意是牽連到 我們跟人相處 而人生再次 其實 人類人的關係 是對人影響最大的 這個沒有比 對人類人的關係 就是家人 父子 這個 這個 兄弟朋友 跟這個社會 人群的關係 沒有比這更大的 所以 這個 人意的這個道理 也是最深的 最深的 那 那 怎麽樣是窮人 即人呢 對人意 人群裡來講 就是人這樣子 第一 你會希望 你跟你的這個 親子關係要弄好 是人生的一個 基礎 然後你的兄弟姐妹的關係 要好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親戚的關係 朋友的關係 靈裡的關係 社區的關係 國家的關係 天下的關係 哇 這個 在搞定 這個 在搞一輩子 武學 就在這裡面 一輩子 無窮無益的工作 這裡面有無窮無益的學問 是吧 這個也都是 窮 窮 人 窮 窮 意 人意 指出無性 那人為什麽會這麽做呢 其實這也指出無性 這是我的本性 否則 是只有 人這麽做啊 我們今天不知也還有什麽 各式各樣關於全球的 就是 氣候變遷啦 就是什麽 南北問題啦 這些東西都討論嘛 那 動物會不會這麽做 動物應該不會啦 他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 聰明才智 恐怕 也未必有這個心理 那 換言之 這也都是人性的展現 不窮理即是盡性 如孟子說 沖其特飲之心啊 是人不可生用 這便是窮理的公義 他說 特飲之心啊 剛開始 是說 看到人家的痛苦 受難 不忍心 沖其特飲之心啊 人不可生用 這個就是窮理的公義 那 如果說 我覺得我的 心裏面 都是一片的 人與意 都是一片的 真的感受好 這個樣子的 人跟世界的 這個關係感受 是 非常 親切有味的 會覺得 非常 溫暖的安靜 這裏面自然有分證 人者可以欺之以方 不可獻於景也 意思就是說 你做一個人心仁德的人 有的時候 人家 或許 拿 一個 看見的 或是道理的 事情 會欺騙了你 那 真正意義上 此非也就是此非了吧 不可獻 不會獻於景也 所以 我不會莫名其妙的說 你挖個坑完 我就掉進去 我不以往你會跳 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 換言之 其實也不懂 吃虧就是暫停 我跟妳講 就打好就可以了 我好像打好就可以了 我沒有辦法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我從來不可以在地角 也不去散地 那我一路走到今天 我自己也沒打得 這樣 是怎麼可以的 沒什麼 那大 你小的自己也要 被人家 那個 被人家 額了兩次 讓我們少爲 不少爲 就去大 不再仔細 來 來 因為 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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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妳 是啊 人家 你 自然 大家都 大 那個 叫 一 然後 然後 我 這樣 好像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算的話,越不去講的話,比如說人機關越好,然後大幅來講這一塊 這個還是一個,人生在這個當初的一個禮物 什麼是吃虧,怎麼一上去,真的很難講 這個說,一層一層,所以他們說吃虧就是在誰,只有他的道理 好,我們先,這一條大家有問題,都明白怎麼看 那個人我比較好理解,可是意我一直不太理解,他到底是什麼 意思,意思 意,意上面從楊,從楊之意都有善的意 意思是說,當我們對人有感情,然後感情有一定的深度的時候,它自然會形成一種義務 譬如說,你生一個孩子,或者你任人家男女的情感 那譬如你也有個小孩了,你喜歡他,愛這個孩子 那你對他會給你義務呢,你的義務就來了,一大的義務就來了 你要把他教好,養好,要供養他,要教育,那不得了了 所以,簡單講,意就是有了感情之後 你自然就覺得懂得自己,該要懂得懂 意是一個剛斷,決斷上的這樣 所以,居然有意,我們的心啊,居然是要以人為安待 心的本質,本身要感覺它是一個溫暖的,有感情的,在這個狀態 由你做事情要根據道義,就是你跟你的家人 我們對家人有很多義務的,就是老的、小的、夫婦 就是有很多的義務事情要做 那,義務的源頭哪裡呢?要有感情啊 那,如果說沒有情感、觀感、義務,那是重點 那,如果說沒有情感、觀感、義務,那是重點 有了感情,還假的一個義務,你不覺得重點 所以,居然有意,游是造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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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這個意思 居然有意 還有什麼意思 還有什麼意思 是,孔子說 是,道去得 一於人又一義 他是一於人 不是,我剛才說 居然 居然由義是另外一個 至於道去一得 一於人 由一義 那個一於人 人是這個人 由一義的義是六義的義 李悅瑞一書是古代貴族階層所接受的基本的訓練和教員 一字一句都能夠講完清楚嗎?心之起信也信己也求人之筆,真要人之筆,真要人之筆 就求盡他,這個事情經益求盡,其實經益求盡有他的,還有另外一個道理 人要經益求盡啊,這個生命力才會灌發出來,否則就一灘止水 就好比說你打球吧,你打球剛開始打,打得很高興啊 你越打就當然,你就希望你的技術成功進步了,甚至於規矩要越來越嚴敏了 否則求盡,你已經在亂打球,不跟你亂打 什麼意思吧?所以你人性的要求會,希望他越來越,生命力才會暢發 這也是人的本性 小孩子也一樣,你看小孩子他學的寫字,他學的寫字,他學的寫字 他學的寫字,他學的寫字,他學的寫字,他學的寫字 想要寫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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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字 是直接的,只是說我們現在什麼都要主義的,我們現在手機想要主義 做人主事要找人主義的主義 手機想要更好,其實也是人性 只是這個事情,把它放大了,就不行了 意思就是說,全民國主啦,粉末道士啦,這是沒那重要的 仁義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事情應該主義是這樣,大家都不管,談又不談 問��捷 majesty,好,eto,你ede一次,你那個窮的人尺 nova 只是說是在人、財人、財 disciplines 比財市值相關rust 這個人跟�érie都猶豫 precious 財產專,靠財,五千二週四 我們主事也要有這個人 譬如說孫子兵法講 將著武德 自盡人勇嚴 中年就有人 兵法就是主事了 可是為將著武德 裡面就有這個人 你要有這個人心 在作戰場上 如果說你太殘酷 也就不行 做事情也有人的 不一定要把它分成做人 做人主事都要有人意 其實人是就他的這個情感 本言上講 意思是就我們該做的事情的這個條理上 一致列出來 那有人之後 應該自然就知道要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自然就知道 所以還是那個人還是核心 就是自然 那個意就是自然 它就會 有一個道 基本上 基本上 對 這個 所以以前是比若這個 生生下長 周周通常 人也自然 人生生 這個 這個 春天是更年了 生發了 到了 夏天 它長得茂盛了 這個樣子就清楚了 清楚了 清楚了 那 秋周通常 禮 那 禮是把它收斂起來 變成更明確的規矩了 就是秋收 至是通常 就是說 我對於它的背後的道理 都 就明白 這個意思了 人與知 可以分散求重 道理上 基本上是這樣 不過我們做人有的時候 我們不敢說 每一個人就是 人德充滿 這個事情 其實是 很不容易的 可是 就意義上來講 比較容易 講明白 那個意思是說 譬如說 做父母對子女 該有什麼樣的一個義務 做子女對父母 該有什麼樣的義務 這個容易講清楚 對不對 講清楚 我們虛擬 一般情況下 我們也會認同 因為能做你就照著做 照著做 你的心為安 這個時候 不見得說 你的仁德 已經充滿到 這個自然 講的就是 聽同意思吧 有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情感 也有缺憾 也有不足 也有問題 對不對 可是 我們心裡還是覺得 該這麼做 這個很妙 所以有的時候 會意也會先發的 而且 常常會如此的 但 做一件事情 有時候 尤其是你在外面 在公司行號 在機關裡 你覺得你該這麼做 就是這麼做 可是你心裡 好像又覺得 好像 在裡面跟大家 這些東西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情感 一邊 剪不斷 你還說不清這些事情 也會這個樣子吧 何以固呢 這個原因就是說 意比較容易用知去知它 人 只要 人是從心裡發色 純粹人生充滿的心 並不容易 並不容易 所以有時候 近一步比較容易 要做到 這個情感上融洽於一片 這個 這個 會有問題 所以 人與意味怎麼樣 兩樣並舉 在於這個 或者講一個人 是算了嗎 對不對 大家都 就 千詞一般 就充滿了 這個愛也經營啊 哈哈 能念什麼 念什麼 有意義 那理也是如此 人以理 就是理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也不需要講理了 因為 那個 只要有人得就好啦 對不對 何必要講理法 必須要 也不需要 所以 這個事情 是一個 它是一個神體 但你 人以理智 不容易 事者都充足 所以它四樣都要講 四樣都要講 然後 讓你循環將生 那 如果 不循環將生 就會出問題 據說 你講這個理 講得太多了 就是 理教大人 啊 比如說 民情以下的社會 症結牌坊啊 或者說 這個 這個 家裡面的 理教的症結 那如果說 它不出於 真正的 對於 對於 對方的 一個體驗的話 是不行的 我個人說 這些感受都不對啊 那 有 對於很多 情況底下 它是真心的 在當時的社會 情況底下 這 沒什麼好批評 所以 懂的意思嗎 因為 那個社會跟我們 現在完全不一樣 在它那樣子 養成跟它 社會 有很多的人 離死 但是它確實是 真心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還會 發心的崇拜 今天就不一樣 今天大家都知道 社會完全不一樣 但是也有些是被破的 是有的 所以 人以理智之後 循環煙 相互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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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是偏於事 有的人偏於事 有的人偏於意 性 性是性實 我們一般講說 人以理智 是最基本的所要在意 性 就讓它每一個都實實在在的有 這個就是性 所以 所以古形上他配這個土,木、火、土、金、水,增下秋冬 宋朝的歷史下,這個咱們這麼配的,他這個講的道理 配這個天者,增下秋冬,木、火、土、金 木是春天的木生花,夏天就是火,秋是樹大,秋金 秋冬,金是收斂的,古形裡面金子收斂 水,水是寒的,把它更收射的民間,土是平之 所以性是土,而土是一切的基地 土之上他一切能夠,好像落實在那裡 所以日記裡頭都有土 還沒問題 好,我們繼續往下講 日福曰,先如為一草一木一間,有理不可不察如何 先生曰,不我則不假,公且先去理貴之之性,且虛能近恩之性,然後能近乎之性 日福曰,總然有物 先如為一草一木一間,有理不可不察 這陷入恐怕死的諸子 我們去查,說恐怕 因為古人本來就說 一草一木一間,有理不可不察 但在諸子的這個體系裡頭 它是窮盡千里人物之力 像我剛剛講的,其實 那些有一點諸子學的味道 暮火途徑,真相秋中 這個宋代的理學家 給觀眾們講的 不光是諸子 配天際的 那宋朝人會這麼講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要建立一個宇宙論 來對抗這個佛學 所以要對宇宙人生做一段講話 到了林朝人 因為宋朝已經把這個傘都已經蓋好了 宇宙論都已經看見了 現在問題不在 已經不是那樣最剛活著了 但是如何 我的心要那個實有諸子 所以他說 符我則不響 你先去理會自己的信息吧 萬人這一草一木了 你先去理會 這是各有所得 先立夫妻大者 入望一派 就我們今天為學來講 我覺得 你可以先這麼做 先理會自己的信息 因為 這是最切要的 這個事情都 弄不盡搞好 其他事情 無窮無盡 所以有一個本來 我先考慮 再講一句 對 好 這議長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問一下嗎 包含上個禮拜的 就是 我這個禮拜有很認真去組一 練習組一 就在事務上很認真去體會 那 是覺得有 當然是發現是比很多有問題的地方 那有時候覺得是把自己 披的太緊了 就是說 當然知道 不要太 不要太 不要太那個 太 太緊 就是 事事物都抓得很緊 那要放鬆 可是 好像 不太容易 因為要很認真面對每一個當下 的話 會很難拿捏 然後我有講到一句話叫 要勿忘勿助 但是我還真的不太曉得 怎麼樣勿忘勿助 會得到恰到好處 問得很好 這種問題是非常好 就是 我們學這個 我一再講 我們 就大概花這個時間的精神 一定要有所得 這個要有所得 就一定要付出實踐 才會分析到這個 所以 那我先問你 你這一個禮拜 這樣努力去做的時候 覺得自己 有進步如何 真的有比較認真去面對自己一些問題 然後把它處理 有 算是有 比較清醒 然後覺得 有一直在 有一直在 認真過生活的感覺 在整體來講 比較踏實一點 就比較實在一點 不然說好像 照著以前 習慣上就過去 有點空過程 然後 會覺得比較實在 然後 雖然覺得 還有很多問題 但是 漸漸發現之後 可以 比較 有那個目標去努力 所以 目前是覺得 精神比較凝聚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樣去做之後 就可以 可以一路進 子 子 精神要凝聚 然後 就是 這個時候 是要 得善固執 善以外 下 有一個人 得善固執 也就是說 我當時覺得這個事情 對 我就好好去做 一心要把它做好 這樣子 我就累積 就是 我能夠掌握的 一個善 我的人生 就是 一樣 一樣 一樣的事情 就可以做得更好 心思 就可以 更為安靜 更能夠 得到 但是 剛開始 這 永遠有個問題 一般都是問題 就是 會 很緊張 涵養 虛用性 你其實 發生的感覺 都會 好像 太難 就是時間問題 你說多如不做人禮物 都這樣 多如不做 那 這個事情 烏萬烏不是對的 烏萬烏不是對的 你要心態地讓你做 但是 不要太緊張 應該難免吧 就保證說 你學游泳 你說 有一個正確 你也 有一個問題 都游泳 都游 有這個習慣 就不那麼緊張 對吧 剛開始的 男人 但是 要努力學 那個正確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說 這個學問 是學 做人處事的 學問 那就是說 古今的處境不一樣 不能是 照古人照班 所以為什麼 我們講 楊麗學 坦白跟諸位講 這個 整個 中華文明 今天面對的是 一個 前所未有的 前三季父的大的巨變 我自己在學校裡面 常深知為什麼 這是 第三期建國 或者我們叫做 第三期 這個大轉換 意思是說 這個是幾千年來會有的巨變 而且是 這個 中西方文明的融合 所以 前人的那些規矩 不能照搬 業域 等等 從個人到家庭 到國家 都不行 你光看 這個 國家的形態 就不明白 家庭的形態 也會 達為改變 所以 不能照搬 那 怎麼辦呢 要有這個 心上 要有本理 我們在講良知學 就是 回到這個本園 因為 一切的做人 處事的道理 是從 這裡出來 是地理的本園 或者人生道理的本園 從這裡出來 應付這個 可以說 天灘地灘的這個局面 所以 今天 他們還在講儒學 但絕對不是在講 以前的那種 所謂 譬如說 君為成高 夫威指高 夫威氣高 這都寫不通 這個是 秦漢大一統之後的 一種狀態 先行也不這樣 先行也不這樣 他總共誅的狀態 他配合 隨著清朝的政權 人們垮臺之後 究竟不能再怎麼說了 必須有新的講法 必須有新的講法 舉此一例 都會更明白 所以全面的關係 都改變 必須要回到原手 那這個事情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這裡講的 要人疑人 雄女 雄人是你 要人疑人 就是說 我們今天面對一件事情 首先要問 這是不是合乎人 跟合乎人 先問我的人心 是不是當騙子 我所理這個事情 我在家裡頭 在公司行號裡頭 在跟朋友的關係裡頭 我的心是不是真的是 做到人這個事 什麼叫人呢 除了你自己也有其他人 這個字的原理 原來就是個寫法 從二人 或者說 像二人的偶根 一起合作跟頌 所以就除了你還有其他人 而且 大家都要能夠得到安正 都要感覺 好 是開心 你們真的說到這一點 千難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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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連父母至於子女都常常說不到 子女至於父母更是一般是說不到 坦白講 父母對子女都常常好得多 也不見得做到這一點 剛剛也說 他自己想要做這個 想要做那個 把他自己的價值 自己的想法 定家到自己身上 子女很不快樂 屁股皆知 當然你也不能說他不愛子女 但是 沒有窮人子女 所以說 他把自己的想法強加了 那 子女至於父母呢更不行了 連那個心都不夠 父母通常有那個心 有時候做得不好 子女說 連那個心都沒了 其他一種類是非吧 對不對 我們的藍綠之真也是如此吧 坦白跟復綠講 都是有果無人的做法 所以 其實 求人之人很難的 求人之理 求人之理 才能夠窮一致 一百萬元 尤其現在 為什麽呢 我剛才說 人一致循環相生 跟生命 可今天怎麼是意義不好講 因為今天的關係 變複雜了 所以 我們這個時代 尤其比較 進一層的關係 更難做 好吧 這一點我把它進一步的分手 我剛說了 你有感情你就自然知道該怎麼做 那有的時候就算你感情自己覺得目前自己有缺憾有不足 你還是覺得 你有這個道理 這個在 一般的事情上 還是 容易明白 無論是男女相處 朋友相處 家人相處 這個容易明白 這就比較單純的關係 比較固大的關係 這個意義就難說 在我們現在的情況底下 譬如說 今天 人在社區裏有什麽樣的道義 人在學校或者機關裏有什麽樣的道義 那如果彼此利益充足 或者各種的那個 愛好 興趣充足都該怎麽樣 這個不容易講 如果硬直的講 什麼意思 其實各自一見 從自己的主觀出發 草力大不足 這個時候還是要先窮人主義 所以人還是根本 這個怎麼意思吧 那我剛剛進一步講 因為這個 你真的付出實踐的時候 就發現 你實際上有很多複雜的問題 很多複雜的問題 很多複雜的問題 我簡單跟主人講說 單純的情況底下 單一單一直是情感的時候 人意是什麽 這都明白的 複雜的情況就不困難 我剛聽一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跟您大家講 我們有一個朋友 我們有一個朋友 應該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好朋友 他沒跟我講 他那個好朋友 這個 母親得了這個 叫什麽 叫什麽 老人癡呆 還是 那個 那一種 那種癡 是 是 那他這個 有一個四歲小孩 原來還跟母親住在一起 那 可是太太做不了 不願意照顧 那 先生又很孝順 又很痛苦 那麽 那麽 一次就 一直有 肯定吃壓力 最後這個 太太就離家出走 那離家出走 之後 這個四歲小孩 怎麽辦 那只好把太太 再接回來 那 母親就送去 這個 這樣就 你說 這種事情 意義要怎麽講 我好講 所以 懂我意思吧 你要先 要人心充滿 然後想 這 這個事情 不能不知 這麽容易講 這是真實的事情 這個 我聽的是 什麼 像這個事情 很多 家庭頭 那我聽得很多 很困難 這個 我們親身遭遇的 看過的就很多 但 如果 如果是 拿著這個老規矩 老講法來講 有的時候 低的人活不下去 吃個飯 可以 懂的意思吧 所以 我們今天來講 要先窮人 就 單純實際上 一流一明白得很好 如果 情況一再這樣 這麽複雜的時候 不要隨便再講 你就是有道義 一定要做 來做 沒有這麽簡單 沒有這麽簡單 大家 這麽困難做 好 安靜 好 安靜 應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 事情 一個接一個這樣 是不太容易 有這種感覺 你跟老師講嗎 我們有時候要解釋 不解釋 你再想去幾點 舉個例子 然後那個時間點 那同學兩件事呢 還怎麽樣呢 因為自己就很想把每件事都做好 即使什麽刷牙 提點吃飯 走路 什麽的 都要啦 然後 因為每件事好像都不太一樣 然後要去 在這個不一樣當中去找 他每一樣 怎麽樣做最好 其實 蠻 需要費心力啦 然後我剛開始覺得 不太容易 而且對於什麽是善 什麽是好 其實 很難 有一個確切的感覺 會比較複雜的感覺 當然最後會覺得 哪個方向好 可是在摸索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很模糊的 那 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 基本上 你就是要把那個 動作要盡量單狂化 動作單狂化 這個好比說你在 練打球 甚至於練拳是什麼 這個動作 好的師父教你 那 會給你講說 你這個動作要把它拆開 然後呢 你現在先把這個動作 單一個量 所以動作要單狂化 一次做一樣的 不要做兩件事 你今天早上起來想把刷牙抓好 好 你今天就專心把刷牙抓好 你如果說我要刷牙抓好 洗臉也洗好 頭也出好 沒一樣都好 你做不成的 今天早上去專練刷牙 今天你早上只有十分鐘 對吧 所以你就十分鐘今天專練刷牙 你閒亂刷一鐘 對不對 那不乾淨 像今天才刷牙抓好 這個刷牙練好了 你覺得要損事 你自然就好了 那麼 你這個練一禮班 或者幾天之後 沒有問題了 你有餘力 再去練一下一下 一次一樣 舉這個例子 你懂我意思嗎 你現在就這麼多時間 因為人生 我們人生都有很多的義務 很多的事情 所以大家多半也知道 我早上起來 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什麼 然後下一節再做什麼 什麼什麼 我先講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說我人生比較亂 我會做其他因素 那個我們另外處理 好不好 現在情況是說 你這個時間裡頭 一段時間做 盡量單純 動作單純 每一次變一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得運動之後 你可以下一步 像打球也是一樣 你剛開始練單一動作 你變一個單一動作 譬如說 你要打我一球的人 剛開始不練長球 就只打一件事情 就是打長球 打 打 打 這跟我們自己去 有教練的 跟沒有教練打球 我最大的差別在這個地方 沒教練下去 蠻搶亂打 什麼動作都來 什麼動作都可以 有教練中間都不準動 先給我站好 力盡 這樣撐 姿勢再開始拿好 單念單一動作 把這些練好 最基本的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今天打 這個打好 這個打好之後 其它就可以了 這個打好之後 因為你真的練好 一樣的時候 其它是零附類 唐通 懂的意思嗎 這叫動作單一化 單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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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講 那些基本動作 那些最重 因為基本動作 其實 你說什麼事情都基本動作 不是吧 基本動作只有其中 我這樣不是很會打籃球 不過那個 學過一點點 所以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打籃球 所以你把這個做幾個練 就打籃球 主要是幾個嘛 跑步啦 上籃啦 投籃啦 有幾個基本動作 那些東西 一定要練到非常的好 然後 再來打不好的球 都是個基本動作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動作單純化 這樣單純化 不是我一開始 什麼都要好 那你也能回去 那你一下就 你一下就Michael Jordan 你一下就在那 你一下就在那 你沒那麼回事 很好 但大家實際下功夫 所以這個主意 是這樣子的 怎樣事情來 我就選一下 我現在覺得我 最該做的事情 我把它 一輕易再這樣做 把它做好 我今天能做到什麼地步 就做到什麼地步 我未來不是一步 這一步 對不對 我今天能做到這個地步 然後 下一次來 我再去繼續往下做 下一次來繼續往下做 那這個事情 我日不日 月不月 月做不了 好 其實人家很多事情都重複的 我們其實每天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但是 剛好到晚的事情 基本上重複的 你為什麼 發壓細節 你是不是在這兒嗎 是不是在讀書啊 是不是 這個 上課啦 啊 這個 我每天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那是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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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啦 日不日月 五月 做這個事情 一定在想 在 這個一段時間 我來盡情把它做到最好 下一次的事情 要再往前面 極極不理 那情緒就越來越好 是不是 我自己還有一些體會 就是 我覺得好像自己想要做很多事情 但最後 那些事情真的那麼值得去做嗎 那就是覺得應該會 要回歸到 像老師剛講那個人 就是人跟人的關係相符 然後整個 你身旁的人啊 周遭的人 就從 這一點下去 用功 不然會 要阻一 可是又變成 阻在其他 只是自己的 想要上面 像打籃球要打到最好啊 考試要考到最高 那一種 那我會覺得 應該要把力氣集中回來 在老實講那個人與人的關係上面 會比較 會是比較 對的方向 對 是很對的 這還給我們人生的基礎 人生一切的 是一個 安心跟幸福的基礎 都然你的全世界 如果 失掉了你的家庭跟金錢 和你自己的雜誼 的話 這個還是人生的基礎 這是他的本目 先在那個根本的地方上 這個 還沒有問題 這一張很重要 這一張是我們 可以 勸實 用下手 用功的 為什麼讓我們特別注意 一張 主一跟主物 主一跟主物 對嗎 主一跟主物 楊明這裡講 主一一直在天理 那天理是怎麼呢 天理 其實 我當作的解釋 就是你內心深處,都可以感受到,這樣子很好的,很累的,要接近些,不必然就此,至少就比較接近。 除物呢,物一般指的物欲,或者外物。 譬如說,我一心想賺錢,或者我一心想要出零,一心要人家崇拜我,或者我一心要最好的車子,房子,這個就是足物。 我也是一心啊,一心,很多一心想要這樣走,是好像一,可是呢,那一個一呢,你內心深處,我怕會有所不安的,我們上次也討論過。 如果說,大家都覺得說,人生反的就是拼命賺錢,拼命出名,拼命地要別人崇拜我,出雲此類,要最好的車子。 這就是人生,本來這樣,人心這樣就安的話,那也可以,我們就各自做鳥狗散,然後就去追逐,然後就人生都很快樂,那也就行了。 這就是,只是徒往經來的結果證明,釀不死,所以為什麼? 徒的意思就是,因為徒這些外面的這些聰明利路,徒往經來都是這樣。 而結果,喪失了我自己內心的平衡、快樂、平衡。 先以致能夠讓我們得到平衡、快樂、內心的樂樂、體驗跟災樂、俗悟、沒法力。 自然可能都是一心,有人還真是一心算錢,啊,夠平了。 好,一天十四小時後也好,他也很主力。 所以這個分辨人生的這個追求,這樣如何? 好,我覺得這些都已經是一心,不是一心,只是一心。 好,我告訴你,我們有一個人,你會不會讓我們去, 我去找你個發生、你會不會讓我們去, 我看現在這個,你有沒有看到的, 因為這個,你是不是太長了,所以,你會變來的, 不可以說你討生活 那你說農人一心眾天 是天理還是人語還是俗語 天理呀 是工人一心做工 甚至於商人三心做生意 天理呀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事情你需要做 而且你也該做 因為我是農人 我是工人 我是商人 這是我需要做也該做的事情 我要靠這個養家活口 這怎麼說是天理呢 任何人做我在我這個處境 都非這麼做不可 天理就是人人在碰到這個位置 都必須這麼做到 這是天理 我不是說反對心傷 也不是說反對濃利 不然 是說如果我們只有那個 沒有其他事 就會有其他事 可是我今天我一心做生意 一心做這個事情 這前提是 我今天該做也需要的 有一個該跟需要的 是你先做的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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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事情很難明白 有些事 譬如說我今天去工作 我養家活口 至少養活我自己 那我很擔心工作 本來工作就應該做了 所以任何的工作 做任何的事 應該做了 我這個工作 我告訴大家 兩個自己 人家活口 我怎麼又不擔心做 怎麼不好好做 我有時候 不擔心專業的話 我還需要把它主力之散 我要做到這個工作 儘可能的好 我要我的發明創造力 要儘可能的高 我要我的效率 要儘可能的高 工作的方式 要儘可能的 這個 合乎什麼 ISO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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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之類 這都是天理 那種意思嗎 下面都不明白 但是它的前提就是 不定我該做 為什麼有這個前提呢 因為 有的人 一心在那裡工作 他不見得該做 例如說 有的人 年輕男生 常常這樣 我當初說你吧 因為我不算什麼情況 他跟你做 做起工作 來到真是沒日沒夜 老婆在家裡一天都很抱怨 孩子也 沒有人好好照顧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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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要提醒在工作上,沒有朋友之餘, 這很明白,他比較有成就感。 他並不需要這麼做,他也不應該這麼做, 但是他不管。 但那個需要應該從哪裡來呢? 就不必利了,所以是偏利了。 我們讀書也是一樣啊, 我們讀書這個好, 那有的小孩子只是家裡啥事都不管的, 到時候養成的孩子,長大之後就是, 心裡只有自己啊,沒有差點,很糟糕的, 不理不理嘛。 這樣子區分的清楚。 大家把這個東西啊, 我們確實地做在我們自己生活裡看, 能不能看清楚,想明白。 這很重要啊, 涵養須用盡。 這個是理學家教人的第一句話。 二臣就這麼教人的。 涵養須用盡。 盡,就是主一。 主一無事之為盡。 做一樣,就是一心在這上手。 他們最常做的比喻就好像說, 你在這個祭祭的時候, 面對神明祖先, 你可不敢亂想。 那樣子一心一意。 那, 你如好像面對上天的那種態度, 來做這個祭祭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不敢欺負。 那這個意義上來講, 跟宗教的精神其實有類似的比喻。 其實祭祖為什麼會讓很多高明的地方下載? 那, 用什麼心都覺得上帝在看著什麼? 其實古人也也不遠。 如對月上天, 月是那個月, 那那個月, 對月, 對的, 好像上帝就在那裡, 對月上天。 我一心, 那我現在做這個事情, 該怎麼樣? 應當如何? 這個事情其實我們在發揚的。 因為, 今天的華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不知道禁天, 也不知道一個尊主。 古代的華人社會之所以有秩序, 很重要的兩個原則, 就是禁天跟尊主, 甚至於法祖, 尊主之間。 禁天, 覺得舉頭真實有神明, 做什麼事情都覺得有個神明, 不敢做回饋良心的事, 就幫不了你去拜拜這裡, 怎麼對得起這個神明呢? 好, 是不是? 然後, 尊主, 這個, 我不能丟自己主中的臉, 這個, 呃, 這個, 呃, 我們這一家人, 人, 這麼長久的時間, 我出去不能丟我們家人, 丟自己主中的臉, 做事情都應該有做事情的規範一樣, 不是呢, 炮了夜店不回來了, 現在亂收到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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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是, 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 只能夠管人的, 那一個, 就是, 社會行為, 管不了他們內心的, 對不對? 他可以以社會上的走法, 但是, 我自己算幾乎都要做, 最近, 美國不是那個客廳這一道的大口文嗎? 那個, 哥倫比亞的, 或者是, 不知道在哪裡啊? 不知道在哪裡啊? 不知道在哥倫比亞, 不知道在哥倫比亞, 就是什麼, 只, 二十一個人, 當二十個女人, 才能這樣, 啊, 熱鬧的感覺, 這些人應該也都只有家, 是怎麼, 至少一半應該應該只有家, 是歐巴馬的先疑背, 所以, 法律轉不了, 法律轉不了, 他的內心管不了, 所以, 禁先, 真主,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要再講, 在歧視徒前來不容易了, 因為這個整個中族社會已經滑掉了, 所以, 講這個禁先還會很重要, 今天講今天也很難, 因為這個天都對我們用自然哲學給他寫作, 哪來的天啊, 開玩笑, 我只不知道有個大行星, 你請問是哪一行星,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也很難, 不過呢, 其實, 故然牛正是個科學家了, 牛正是個基督徒, 牛正是個基督徒, 但是, 其實好的科學家都會敬畏這樣, 所以我們一字半解的會在那邊這樣, 其實當我們知識越豐富, 越會敬畏大自然的奧昧, 這個天字, 有它的好處, 古人講這個天, 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是講這個宇宙的整體, 不可測的這個宇宙的整體, 有冥冥中然測的地方, 不要那麼氣氣, 說什麼就沒有神, 等於我們知道, 或者氣氣說它一定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生學, 就是這樣, 要像上 meng, 這個, 刻仰要近的, 所以還是要有一種, 對面上昌的感覺, 彩雅俱用信, 好比有這麼一個, 裡面對於一個上昌, 那樣的情況比較有所謂,一心一心,覺得好像上天在看著你,這個感覺其實很棒 古人有這一面,我們現在都早就忘記了 古人講天理,然後又講天理又不愛人體,就天人合一了 一方面是這一面上場,有一種定位,可能又突然說天理不愛人體,就天人合一了 這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測試 老師對於那個天可不可以再多去闡述一些,因為我們現在實在對天很難了解,就很有限 那不太曉得古人的那個天的意涵 是啊,我們現在都活在那個手機啊,網絡啊,電腦啊,螢幕啊,珠斯的世界,全是人為的 所以全是人為的世界其實會把人的各方面自己一層一層一層的這個,像這個網絡像線索一樣的防起來,彈起來 整個現代的問題,輸出了一個更多的故事 那回到天的第一步是要先回到大自然 現在最好去到大自然,有機會說走一走 排道的環境也還算有點強 我以前就很喜歡我最愛國人的戰略 以前最愛國人比較自然化 現在最近又好一點,前一陣子更高 不過總還有一點,都說感受感受 或者會有機會到大自然的走路 這個親身感受一下,這個是第一步 第一步 在進入神的時候 其實 人人人說有機會啊 這個 要怎麼說 既然大家仰望星空很困難 哈哈哈哈 他們太輕鬆了 都往這個 遙遠的 對於天氣是很大的 宇宙是無窮的 實現 那 再進入神的時候 這個天氣就比較偉妙 除了大自然 跟著一個所謂四方宇宙 浩瀚之外 人生經驗多多了 看不多了 會覺得 這個 冥冥中間呢 真正的所謂的天氣 這個是一個難 跟大家說 但是 這個 這個 生命 是很耗妙的 這個 有很多 傲妙跟奇妙的 所以你慢慢 經驗多了 會更對於 這個 天氣自然 有一種 定義 應該說 要怎麼讓現在人都感受到這個天呢 初步想到也只有這個 也只能這麼單元 接近大自然 多去 體會一下 遠處的 宇宙的 一種浩瀚 然後更多去體會 這個 生命裡的 一種 奧妙 這個事情 會讓你 慢慢會覺得 人的有限 當你越覺得 人的 個人的 有限 知識的 有限 你越會覺得 懂得有一個更大的 新的情況 那我們 我們讀歷史的 有一個好處 歷史 因為我認為 學歷史 比較容易 看不到 你 常常的 和 複雜的 各種的文明 各種的見法 你 學的這個空間 有這個 這麼多不同的文明 這麼多不同的人群 這麼多不同的主題 這種複雜變化 無窮無盡 這也有好處 所以天 簡單講 講到最後就是這種 無限的感覺 你要去 認識到人的有限 認識到 宇宙的無限 感次於 歷史的這種無窮 生命的無窮 就會產生一種定位 這個其實是很深 但是需要 真的放開臉 心中 去觀察 去體會 因為比較長的時間 那種 上天的感覺 就慢慢 越來越來越 在你的生命 生活裡 和人 在我來看 也唯有這樣 我們才比較有可能 矯正一些 現代文明的畢竟 現代文明的畢竟 這種畢竟很深 電子化 網絡化 電子化 影音化 三級化 還有都市化 一切都在這裏 這個病很深 一方面是非常的方便 我每天也都在用 我並不排斥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能夠體恨 因為我另外有 我的一個體現 是一種有機的 有生命的體現 所以我比較能夠體恨 那我知道 如果整天都在現場 現場 現場 有的人送回來 這一個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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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感 涵養虛用性的背後 更近一程 講 我前面講的時候 還只有我們人用心 辛苦人之 要講 最常講 為什麼 你越認識到宇宙的無窮 生命的無窮 你越會懂得天悲 然後呢 你就會懂得說 我在此時此刻 這個都是老天爺的不可測的 你要說意思也好 或者 你越認識到宇宙的無窮 總總複雅的結果也好 所以此時此刻 真是殊勝 真是了不起 此時此刻要好 好不好 不要用人的那一個 有限的心思 智慧說 我忙了要做到 下一頁 我們為什麼都沒有辦法 專心做當前的事 老子老講 下一頁 老子老講 就是 明天的事 跟我下課幹什麼 或者說 我跟我孩子 什麼事 都不在於專心在此時刻 人越了解自己的有限 越會專注在此時 知道此時此刻 其實是不得了 任何的一刻 任何的意思都不得了 但是此一時一刻 要做到自然 要盡到它這一刻的 最大的可能 那我們如果在每一刻 都把這一刻 最大的可能發揮的話 我們的生命力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發揮 我們也可以達到 人生所可能的 最大的能量 就是這樣 集中全力 在當下這一刻 集中全力 有限了 在當下這一個 間哪 放一桌 一心 Alone 要等乎經典,人心惟惟,造性惟惟,我們都很容易出問題 我自己也做了幾十年的功夫,知道說容易出問題 尤其現在文明、現在社會複雜 問題多,挑戰五花八木,容易出問題 所以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 天理這兩個都很不一樣 一方面,大家說好像不容易採握 而另一方面,你可以自己問說,這是不是天理啊 所以我們會有優勢力啊 這很妙啊 中文的妙數在這個地方 你說道 當時有同學問說什麼是道,道就是天理 我說道是更真誠的 簡單講,道就是天理的源頭 那天理還是比較一條一條可見的 這個源頭就更深了 就好像講,生命的源頭與各的源頭 且必死任務的源頭,這要懂得很難啊 對不對 但確實,道的顯現就是天理 無論是講道或是天理,好像很難採握 可是你只要能一直問 我現在所為何不何不天理啊 你就會有感應的嗎 你如果說我們自己做的不對了 你會覺得這大概是不是有點問題 這很妙 天這個字有它的力量 你這個字有它的力量 天是家理有它的力量 天是家理有它的力量 算是家理是家理 事如何自欣之等體 先自欣之gua 進亦用 知是依之臨處 窮其主仔處說 便為 designers 舊其嶺處處 所以說,便為之性,愛及之童,無不知愛及親,無不知靜及胸,只是這個靈能不畏之欲遮格,衝透著靜,便完全是它本體,便以天地合得,是聖人以下,不能無敵,故須格物之起。 知,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這個知,指的是我們人的良知,良知是理之靈畜。 這個理,當然正應前面所講的這個先理,或者窮理的這個理,也就是說,一切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當有的相處之理。 人與物也是一樣的。這個理的靈畜,換言之,是我們能夠知是理之靈畜。 人與人之間,他該如何的這個靈畜,就是我們的那個知,知的。 情, shoutFujounci,是 snip чисいやwunna,世你說我不知是理之靈畜會教材。 人有提此言,是靈畜會教材,所謂論的信,即使cutcut,對心內 eqnav12 vàijntç Uhni et Nin, 阿波瑰2 就係 Dr성이 Mrции vista。 人與人口鼓指奏說現為 verdiynt's decree. 和主宰出來 wherein身體資料人所謂���iynt's decree thus saying, 新姓的3 人所謂部這個事情在我們身上,這就是我們的禹服的本性。 知跟理跟心跟性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都是講著他的深處、安正處、自然良好的狀態 當他不如此的時候,知也會知到他不好 所以,那這個圓怎麼這樣呢? 排靈之同,我不是愛其輕,我不是靜其兇 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知欲這個衝脫的靜,便完全是他神體,便與千億合得 這個就是把這一切回溯到排靈之同,對於他的親人之愛 對於他的長輩、年長的這些人的靜 這個在前人的生活裡,主人生活裡比較無數不在 自然是看得到的 因為以前的家族生活裡頭,這個是主要的就是密切 我們現代人呢,比較容易有一個問題 說是,孩子也不見得就愛其輕啦,也不見得就密切兇啦 各式各樣疑問都來了,小孩整個邪惡 哪些人叫,怎麼都有 那,那,我都沒到他的眼瞅 我都沒到他的眼瞅 這邊,在座也許當年長的 大概都走過,就有個小孩啦 或者帶過小孩的 就是這個經驗的 那知道,就是 小孩知道,沒有一刻能夠離開人的 他只要一下離開人 他就 或者不安 或者覺得無聊 他就只要跟人在一起 這很妙 也就是說 人的天性 都享受開水 不喜歡跟人在一起 一個愛對玩具 不行的 現在當然是見識保母的更糟 就這樣有人 要有真心 是一個 關心他的 自反的關心 能夠喜愛他 能夠疼他 好好照顧他當生 一個不能離開人 那我們也不說 是不是我們所謂的 愛人 但是 不必用去愛去形容 其實這是一種最分剋的 一種人跟人的關心 你懂嗎 他不能夠沒有人 不必製作於這個詞上 這個 生命的連起的時候 他不能 沒有養育的 這一個關心 他找不好 他非要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本體 懂得意思嗎 然後其實他對於 比他高大的 有知識的 有能力的 他確實是會來一種 一種 他也可能 巧比巧蛋 你給你弄 但是骨子裡他還是 有根性 所以 為什麼他不自然 因為他小 他弱小 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會 他害怕 他肯定 他需要人保護 其實不能理解 他不能沒有這個 他也不能 他也自然會去 依賴養肠 增長 增生命的緣起 我們現在心理學研究就是說 小孩子大概在 一歲以前吧 他沒有我的概念 他不知道是你還是你 所以媽媽哭他真的哭 姐姐哭真的哭啊 媽媽害怕他也別人害怕 他沒有我的概念 他是一體的 這個 我的這個感覺 是後來發展出來的 而且你看學講話的時候 我們自己還有 他學講話的時候 你我都不清楚 你我他都不清楚 混著一起講 他分開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他還是一體 這個把這個一體的感受 衝脫的靜 變與天際合得 所以這變完全是他的本體 變與天際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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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問了說 我好專專利的人 我幹嘛要跟天際合得 現在都會有這個一個問題 對不對 我師父不假 我天際合得 書不知 人如果說 忘掉你意識別這個想法 而能夠好像 跟所有的人 跟這個天地 萬物 都 都是 和平 合得 的話 這個是人生的大幸福 這種幸福在於就是說 第一 你不但會為你自己的管道 這樣子 就慘了 我們這些大部分 就是很難的 第二 你跟這個世界 永遠都有一種 溫暖 關係 這個世界就是你的家 不是我們 竟然覺得 那樣子的 那樣子 所謂 孤俗了 舒適了 在那裡 超值到這個世界上來 不知道人之意 了 一切的自己跟你 只有一種感受 不感 那 所以說 那天際上的苦耐 我哪受得了 別人的痛苦 別人的這個東西 佔憂 我 我都壓垮 這個也有它的一個資源 你一方面 是可以感受到 這些一切的 別人的這個種種 另一方面來講 你的生命 有它的一個自然能夠 是一個 承受 運作 的一個 自盡而極遠的 一個 我們不是上帝 不是神 所以 它會是有它的一個 生命的主體 只是這個主體 跟所有其他的生命的主體 是 合格的 彼此 互相生重的 有情感 這個中間 也就是千里 道獨家講 一個心疏有盡 可是 都有情感 我跟我長期相處的 感情當然是 跟 它如果痛苦 我 我 吃不著 吃不下 睡不著 對不對 我父母病了 那你真的 父母親的病了 但是 你真的 吃不下 吃不下 那你不可能說 我 這個 隔壁相子 凝聚 它自己也這樣 吃不下 那你剛剛說 垮掉了 不會這個樣子 千里何德 不說 和尚那個地步 千里何德 是說 我們這種 對於 所有萬物的 這個情感 自然 是保存的 一個良好的狀態 它會得到 一種 自然的 精神態 但是 為什麽講 經濟何德呢 是說 沒有自欲 這個 它 可以回到 那一種 我們人本來就有的 能力的狀態 什麽叫人本來有的 人力狀態 是說 天生一個人 本來看到 眼眸裡面哭 它也難過的 不會像我們現在 常常弄麻痺 管理死 你能夠恢復到 我們人的 原來的狀態 而且 很有感覺 其實小孩子很有 感覺 小朋友問我說 啊 那個 樹掉下來 那個樹把媽媽 會不會難過 把樹葉 小孩子很有感覺 小孩子 比我們有感覺 是多 其實你多去管 那小孩子 他常常會說 啊 我們剛才講 那個樹葉 啊 有的不太喜歡 機上撿個樹枝 我說撿一撿 那要走到 還給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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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會栽個樹葉啊 那我們說 不要多栽啦 盡量不要栽啦 我也沒有嚴格到說 都不准栽啦 那我也覺得 也有點不去人家 他說栽了人家 就不高興啊 不毛 不高興 栽完一定要放回去 他用感覺 沒有感覺 而且他自然 就對很多人 發生出問題 這位小孩 在枝蓋 在枝蓋上 是怎麼那麼煩 沒有我們大人的感覺 這聖人 這就不能 不為私欲 我們大人 滿腦的事兒 一非算 所以別人的事兒 都沒感覺了 小孩子不太得 小孩子就是一個 民覺 可是聖人以下 不能無必 不須格物以自己 這個格物 這要表明講 正物 格者正 應該是恢復你 這一事情 本來有的那個良知 本來有的那個良知 我們要恢復 我們簡單講 恢復我們的人性 恢復我們如孩童般 原來明明的對於別人的 一切種種 都很有感覺的狀態 小孩子其實對於大人 非常有感覺 其實我 我 大人對於小孩子 不那麼有情趣 什麼意思 你看小孩講話 很妙的 小孩講話 都會盯著大人看 他講話 看 他會 他 他 這個天氣 人很妙 會絕對是良知良的 不學 他講話 他會一直看 你 然後 然後 你有白意 他有白意 你沒白意 他就 默默默默 也就 他會跟著你那個感應 很明明 反而是大人對小孩 多麼沒感覺 大人的小孩就是說 兒子辦 不然辦 練琴 練琴 寫功課 然後 抓牙齒 起早 本來睡覺 不能晚睡 明天早上還要斷課 小孩怎麼感覺 他對小孩沒感覺 他只覺得 這就是對小孩子 好 忙得要力 大人對小孩 小孩對大人 很多感覺 所以 小孩子 為什麼很有感覺 我們幾聽完 可以明白 小孩子的感覺 能力是強 就跟他們學語言的能力 是強 一樣 小孩子聽到了 什麼樣的聲音 他就能夠完全正確地 模仿那個聲音 從哪一個細節的變化 我們大人呢 我們這個年代 都國中看了學英文的 我們的發音怎麼樣 大家都聽不懂 永遠跟老外不一樣 如果這個年紀好一點 可能小孩開始學 還是差很多 這什麼意思 研究發展心理學者 或者研究藝術心理學者 到底 小孩子這些事情的感受 是全方位的 它是立體的 它是沒有突破語言符號的 篩選 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聲音 顏色 氣味 症上 頻率 全部進行 全方位的感受 所以它能夠 完全 COPP 完全 100%的 大人的能力 大概只有小孩的 十分之一 或者更少更少 少很多 所以我們大人的感覺能力很差 我們都是追尋著既有的模式運作 所以Picasso講一句話 他說我一輩子學畫 就是希望能夠畫 希望能夠跟孩子 你能夠看過這句話嗎 這句話的意思 其實就是 小孩子有無限豐富的感受就可以放到 在我們的教育過程裡 通常都把它特地惡大 所以 海齊是 天給我們的那個靈靈 是不得了的 靈靈 就是聖人以下 不能無比 中國古人說 聖人也就是 全方位的感受 感應 中國的理感的聖人在 聖人無所分之 無所分之 嚴入精通 什麼事情 精進全方位的感應 他完全不知道 所有的照片 這個我們做不到 有些人就比較有這個能力 人跟人這方面的能力就有差 所以 知如何是心之等體 這個 所以我們跟兩層次講 一個 這就是我們人生最根本的 重要的地方 來講 這個是說 我們 人跟人的 這一個 良好的 關係 情感 這個裡頭 既是我們的心 也是我們的性 也是我們的知 也是我們的理 這就是 為人之理 為人之道 這是他的本體 而這個本體 是在於愛靜 是跟人跟人的情感 上來講 這是精神講 精神講 我們成人的愛靜 這個能力 都是受限的 就好比我們的感知的能力 受限 所以 什麼意思 我講了一堆 藝術感知 學語言的目的 實際上 讓 會比較容易明白 說 我們成人的 感受的能力 對於 情感的感受的能力 是大大的削弱的 這個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力證 其實大家就會明白 如果到老了 年絕大會明白 就是說 人的情感 最深的 都是比較早的 人的 怨後的 這個情感 能夠 建立的情感 沒辦法 最深的 首先是 父母之女 其次是 修理姐妹 其次是 早年的朋友 在學校的朋友 入了 離開學校 又很難 再教那麽深的情感 那 越老了 越難 這就是我們 情感情 跟人發生 感情的能力 其實也在對話 越早 越深 情感有此 語言能力也一樣 你越老了 語言能力也一樣 藝術能力也弱 所以 懂得意思嗎 所以 為什麽要講 海底 是說 海底的力 跟情感上的 那個東西 最豐厚的 是 自然也加不然無敵 我們 長三人之後 我們那個豐厚的 感情的感念能力 都摔了 有多 如果 這一點 你們如果讀心理學 也會得到 意味證 這一點 這個 這個 坦白地說 我們人的 另一個 跟別人發生 愛人 跟產生 良好情感的能力 在童年時期 都承養得非常重要 從年時期 如果受到傷害 有了缺害 後來說 要花十倍的力量 才能用力 很辛苦 這個 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是 心之本體 所以說 我用一個 現在的方式 做一個 權責 這個是 心之本體 人離開 這個 這一點 是我們古人 一個 極大的 一個 體認 這一點 是我們 這個文明 能夠奈以程序 數千年的 根源 但是 靠這個 存在 所以是 心之本體 或者是 隨便下 好 有個問題 都有 既有國家 也有造假 體用的概念 造教先 先講 造教先 先用這個 第二 但是 第二 第二 是 雅 感 也有它的 方便 自然 那個 非人 說 先行的人 就這麼說 因為那個時候 集體集用 本體集流行 流行集本體 取用 博爾 那個是 理論上 更高 境界 這次有受到 好像 周一 參重器 衛博爾的周一 參重器 就已經先用 只有其用 那 翻譯國經的時候 也常常翻譯這個 這個 等體 那 後來 這個理學家 都受到了 我倒是 那 我是對他這個道理 做一個現代性的 就是 這個 為什麼 這個 他是 問如何 如何 還 因為 不是 在問 為什麼 但我知道現在 會不會有很多的 為什麼 所以我細心裡想 反而為什麼 也會這樣 那 就是 體面的電力 就是 體面的電力 體面的電力 就是 能夠 體體合的 自然 就是 就是 付出體驗的 就是 是 如家老喜歡講 海底 還有 是 真正的本音 所以我可以問個問題 因為我剛好有個次郵 然後 就他跟我說他不太講什麼 組成家庭 不太想有小孩 說小孩很麻煩什麼的 那我在講 嗯 對於 就是說人如果沒有小孩 這件事情 心會不會不安啊 就是說 在那個根源處來講 如果沒有一個下一代 人的心 終究來講 會不會覺得有個缺憾 還是 因人而異 欸 對 成年人來講 一般當然是 會 那個 因人而異 啊 大多數的人會 傾向於 還是 希望有個小孩 但是 也有很多人 尤其現在 越來越多了 他覺得又白又累 啊 這個 就成年人來講 但是 成年人 往往 這麼年輕 就不想要小孩 應該是有一個 蠻年輕的吧 對啊 也非要自己 對啊 嗯 往往都是跟 家庭的 這個 成長分別有一點關係 好 那我親戚裡頭 譬如說父母離異的 啊 通常 往往不太喜歡 結婚 結婚又小 他會想要結婚 他不想要小孩 這情況就很明顯 欸 就是 可是 人本來 你講 譬如說 我自己的孩子 就是 每次就來講說 他最冷 他這樣要當媽媽 他要生兩個 啊 啊 就很奇怪 其實 如果 你在做高低 就很自然嘛 你也會希望這樣 這樣做 挺好嗎 啊 可是因為現在人生 常有很多的網絡 所以 不想要小孩 真的很多苦 這個 搞不好 啊 吃掉這個 這個 人的這個原來 你也不好 硬披它 所以 我會覺得 男國中 你會覺得 這個事件 好可怕 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打 什麼時候會爆炸 或者外界 然後 你把他抬一堆 然後 你不想要打他來 就是 就有這種 有這種 就越來越多了 糧資沒變 糧資沒變 只是 環境越來越難搞 對啊 大家就覺得說 哇 人生好累 好煩 都滿不可能的 不安 像我室友就是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世界很亂 我也不想要他來 之上受苦 對 這樣子 自己 自己已經夠苦了 自己也搞不定 你幹嘛 再撐個孩子來受苦 對啊 我覺得那個苦中的結構 它不是人的自然人性 自然人性 自然人性當然喜歡人家 出家是特殊的情況 出家是有一種 通常是宗教的信仰 當然另外一種就是 痛苦的疾身 有兩種 就是萬念俱灰 另外一種就是有特殊的宗教信仰 這都不是一般的狀況 人自然人性當然喜歡人家 但是如果說 你自己人生都覺得好痛苦的時候 那他就不會想一想 那會不會有點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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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你已經煩到自然自然 自然自然不強 那會跟缺憾的來不及 是吧 這個事 這都是已經 不是從源頭上講 現在人生有很多的 現在人生 離開人性的源頭越來越遠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矛盾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等元素 事情都要正本清源 儒學或者我們這個 傳統學術 照家也是一樣的 我想佛教也 也中國的佛教也 主張正本清源 這個 中西水 水出山了 越流越遠就越混雜 大家講 怎麼亂七八糟 各種雜質到最後這個水 你也不想喝了 人生也不想喝了 可是就源頭上來講 這個水其實很乾 所以要回到那個源頭 然後人生呢 我常說 你需要的其實很少 人想要的太多了 所以當我們能夠寡慾 希望減少一點 回到人生的源頭 人生很乾美 凡萬事萬無 這個滋味 那個時候 覺得有孩子當然很好 有婚姻很好 因為人本才有 反正 那人的需要 由哪幾項 像我們比較我們方向 不然就 一直追求追求 然後都覺得這是需要 這個 你以前有一個講法 那個是 你以前有一個講法 蠻特別的講法 就人的本能來講 第一是安全的需要 第一是安全的需要 第二是飲食的需要 食物的需要 第三 就是愛與非愛 和神奇關係的需要 然後進一步 它有發展的知識 所以 人總會堅持有個安全 是無可厚非 無可厚非 然後 你總要吃飽 放在哪 這總需要 對不對 然後 你要有一個 愛與這個安全 你的世界上 你一個人都不愛 一個人都不信 你不放看 你可能活在幹什麼 對不對 對 孤家吧 我必然 對不對 孤家內 不是在學愛人 你在世上已經無法愛了 對 那你不能這樣 沒意思 那真的 一個人不愛 一個人不相信 那 這做什麼 它有什麼事情 那我們現在老的 多半都是很莫為的 你很適合的需要 對 對 一樣 變新版本的 Apple的需要 之類的 有些 iPad需要 然後我 需要有一大堆的 什麼 遊戲軟體 書 資訊 還有 Facebook 一旋在網路上 找面 他沒這麼可惜 一人怪 他會聽說 其實很認真 兩個人在一起 你說平常隔了眼嗎 錯過什麼錯誤來聯繫的話 他聯繫到就是說 當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各自轉身上 到現場錯過的現場 才說 聯繫一帶 他真的一樣 他不這樣 他很怪 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我講的不太好 因為我不知道 那主意 不是真的一樣 好幾個人 跟我說什麼 是真的一樣 是不是 這方面 你平常習慣了 都說過了 那一種溝通方式 這品質是激烈 一樣 孩童的這種溝通 我是全方位的 聲音 氣味 顏色 所有的感覺 所有的毛孔 那個 全部打開 全方位的感覺 電腦的那個 這一下抽象的實號 你看 這種交通 你看它多少 我不是反正電腦 我每次出來用電腦 每天都在搞那個 每天都在搞那個 但是就是可見 聽說成長最快的 就是這種 叫做什麼 社群軟體 社群軟體 就是可見 人的需要多強 實際的人 跟人已經很難溝通 你知道 在電腦上的心裡溝通 現在他們都設計很多表情符號 叫他自己充分的感情 充分的感情 對 搞笑的等 等多等各個這樣的花樣版本 對啊 對啊 也不是說都不行 也不是說都不行了 就變成這個 很墨堅倒 玩一玩也要很好玩 表情符號 我也玩過 我玩得很簡單 香港人那麼好玩 可能有趣嘛 其實很好玩 有趣啊 有的時候 人對人講話 人對人啊 有些太微妙的情感 講話還不如 我好好坐下來寫些東西 也不懂得寫話 不過有人寫信 給我們寫E-mail 我們在一家 E-mail 沒有那個感情 人不懂得承認 好吧 最後一個 還沒大家想到什麼 有了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 我說我是困門寫詩啊 好 困門寫詩 這個 年輕的時候是 產業少年 然後 後來學了這個事情呢 這個 佛友人生的 這個方向跟知性 那麼 一段時間裡面 算是 這個 處理人生就不錯 那 可是 後來又忘了感情的問題 感情上 有佛友去困擾 那 糾纏得很長 那 這個 對我的原因 比較大 然後 後來 再 到了 區域的街上 就沒有比較安靜 比較大 所以 孩子有 孩子有 因為 有學 這個事情 就反而 人在 這個人生好比說 是一個大孩 紅洋大孩 那 什麼風暴都有 你怎麼能這樣一個心理的事 尤其我們在 古今中西交會的時候 這個風暴還特別的劇烈 然後 那一個 怎麼說呢 漩渦 跟這個 海流還特別的 深又 洶湧 漩渦又深 海流又洶湧 所以 這是一個 做 要我們在 這一個 困難的 複雜的人生的大孩 總之 總之 有可能 狂難的 老師我可以再插一個問題 就是 剛剛談到那個 老師感情的問題 那 現代人要 摺偶 要怎麼樣 摺偶 會比較好嗎 這麻煩 哈哈哈哈 摺偶啊 我覺得還是要 摺偶 你內心真實的 真正 感情 這個事情很 很微妙 很微妙 而且 這個事情 你心 做決定的時候 你心要 安靜 安靜 自己很安靜 心理內心 就會有 好 然後 不要受到 一時的 這些 無論是 想旺 或者說 一些 這些 可能跟 所謂講的 就是 柯舊 一些 柯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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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很多 人生感 這個還是根基 至於其他的很多的事情 現在社會 婚姻的八千過萬 很難說的 很難說的 你譬如說 你是不是應該 用男生來講 去一個人能夠幫助我的家庭或事業 或者下一個人能夠照顧我 會如何如何 這些種種的考量 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也確實應當考量 要有一個意思 譬如說 有一些男生在結婚前 他的家裡的負擔就在 老人需要照顧 家裡的負擔 這個要有清醒的意思 有些女生可能也有 但男生一般這種情況比較難 家裡有老人一定要照顧 家裡有 有的人只有產業績 一定要修理 那 那女生有的時候會 碰到一些情況 譬如說 我自己的原生家裡 有些什麼問題 可能需要人幫忙處理 或幫忙把握 這些事情 確實是需要列入考量 但是也難以成為最後的決定運動 因為現在的婚姻情感 如何的變化 是多樣的 那最後能夠維繫的 這個中間會起伏 風浪波浪也很多 現在的 不像以前 以前 我大家可以方法 以前的那個中族 或者家裡的社會 像是一個十萬盾的 或數十萬盾的大郵輪 行駛在海上 一般來講 風浪 看不動它 它就平行穩穩的這樣子 幾十年 幾百年 就是一路下去 然後它的結構 就是很完整 規矩也很多 要走一大堆 一百多大郵輪 也有很多講 就很多 現在呢 都是 小談 小談在這麼複雜的人 這個大海裡的盤子 什麼狀況 都沒有 因此 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代人的那個 感情的因素 確實很多 中間 也可能有 有的人 是 貧窮了 發財了 生病了 殘廢了 打仗了 或者出差了 什麼問題 都沒有 你這個小談 要面對各自各樣的挑戰 你這個小談要怎麼夠堅固呢 去你內心深入的前面 剛開始的時候 要覺得 這個人 我覺得 我還 覺得 覺得真好 還氣好 我是這麼多 然後 後來的電話 叫做 不可測 什麼狀況 你真想知道 通常來講 年輕人 不可能 看準對方的 面臨很危機 我們 年紀大人 大概比這樣 有個五六成的把握 雙子 年輕人 像 說這個人 好不好 是不是很 五六成的把握 也挺多這樣 年輕人 根本就是 搞不清楚 雙子 坦白跟諸位講 你們二三十歲的時候 對於 你嫁過去 什麼人 這個 我們愛情本質 就是盲目的 然後 人呢 很難了解 所以 有幾月 現在 你 一直 你不太容易 運氣好 都很平穩 沒事兒 運氣不好 都很平穩 沒事兒 所以還是要有這個真心 有的真心 真意 成功 當然很好 就算 不幸 碰到一些 太困難的巨大的波浪 失敗了 你也不太後悔 而且 成功的機率會高 不得 應該這麼說 現在婚姻的 不是說 我學這個 我就保證婚姻不失敗 沒有什麼事情 風浪不是你的 都立策 我會兒不知道 什麼意思吧 風浪無法立策 你怎麼知道 你碰到怎麼樣的大學 或 下去怎麼樣的 你碰到怎麼樣的 外人 所以說 你一小 殘型大海 你只能力求 這個殘充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至少不用我 我真心等於做 當然可以 當然我不主張 這個 這個 所謂 戀愛自上的 那不行 或者說 我們的 愛情 有愛情就在 你沒有愛情 咱們就分手 因為老外這樣 不可以 很可怕 人老外說 吃個認真 嫁給老外 每天早上 其他人起來 跟她說 哎 天啊 那 拜拜 走啦 這很恐怖 這不行 我是覺得 真心 要有真心 什麼是真心 你會知道 我這一個人有真心 中文一般生神 生神 生神 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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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梁思琦的戀愛 是不是梁思琦的戀愛 是不是梁思琦的戀愛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大家再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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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